类似像这样,我想第一个就是第六章的部分 第六章当然里面就是多页面切换 然后怎么去连接页面 还有胶弹窗、寻览、工具列等等切换的布景 其实一些布景、颜色怎么做切换等等 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首先的话我要怎么去做这些事 比如说第一个在范例6之1之1 它很简单,我需要的就是两个页面 这两个页面,当然这一个页面 第一个页面长这样这样的 那这个页面就叫Home 第一个页面叫Home 第二个页面叫About OK,然后呢 这边有个超连接 连接跳过来 跳过来,OK,应该有印象吧 那我讲过 基本上一个page它的结构一定是 head、content、foot、头 头、身体、脚 所以等于是类似一个人 当然特别注意 那个head不是必要选项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希望有下面那一个footer 你可以不要用 可以把那个把它拿掉 那这边的话切过去 OK,第一个 范例6之1之1好了 第二个就是说 那假设我切过来啦 那我怎么样让它可以帮我切回来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什么 一个按钮叫back 还记得吧 那back怎么产生 那假设增加一个back之后呢 我如果希望那个back 不要显示是英文的back 而是显示中文的上一页 那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上一页 OK 那再来就是说切换的效果 我有没有办法变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切过来 我可以abuse 我不要用一个页面 我希望用一个对话方块的方式 跳出来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对话方块 它不要跳一整页 有没有办法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再加一些颜色 因为这个预设的黑白不好看 那怎么开始 特别注意 这个页面的切换 我上个礼拜有特别强 一请各位开启这个Juneweaver 那特别注意 因为好像有同学在开启Juneweaver 就发生问题了 因为好像那个在不同的版本下 如果说你在windows810 记得执行的时候记得按右键 用那个管理者身份执行 好像就OK了 应该都没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版本 至少比后续的版本方便太多了 所以是可以用 因为说真的 有工具跟没工具 其实真的差很大 因为如果说你用记事本来写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用记事本写 真的它没有办法帮你整合 所以变成很分散的 那首先我们要怎么一样均衡的 做一个这样的APP 首先当然第一个 我们利用这个当成一个范例 也许我们的范例是第六章 所以习惯上是这样的 我的习惯上第一个 这个安装好了 把它先关掉 先不要启动 那我第一个会先在那个我的桌面上 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夹 那我前面讲过了 就是说它基本上也是一个网站 那也就是其实它是用网站的概念先做 再把它转成APP 所以基本上先网站再APP 那这个网站的名称 那这个网站的名称 也许我们叫CH6 干脆CH6好了 OK 这个是我们第六章的练习 那CH6 我第一个先在桌面上建的一个资料夹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在那个 Adjoint Weaver里面 要先做一件事 跟上个礼拜一样 到新增网站里面 把它做连结 因为那个网站 它本身本来资料夹 要变成网站的资料夹 请你把名称改一下 然后这边连结的话 底下是实体的位置 在桌面上面的这个CH06 好按一个选取 那我们将来就会把制作的东西 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按儲存 那它会有什么变化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网站里面 因为里面是空的 所以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我们基本上 在JQuery Mobile里面 就是App 这个要把它转到App 最基本的单位 就是一个Index的网站 所以上个礼拜也讲过 新增一个网站 不跟这样 新增一个档案 好 档案特别注意 你在选的时候 预设是一个什么 HTML 记得把它改HTML5 这个一定要改 然后按个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网页 新的网页 不过这个名称还不是Index 接下来记得 上个礼拜有讲过 我们的环境 第一个 请你把它改成传统的 因为如果你没改传统 上面那个JQuery Mobile的页面 有没有 这个不会出现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改传统 因为如果你不改传统 这个东西不出现 你要自己再去找面板 我觉得还蛮麻烦的 一 改一下面板 二的话呢 我习惯把它改分割 为什么要分割 因为左边是程式 右边是最后显示的画面 好 再来 特别注意 上个礼拜就有同学 这个地方做都没问题 再来就做错了 这个Body跟Body中间 我习惯按Enter 做什么呢 插入我要的页面 因为我刚刚讲过 我希望在这里面 产生两个页面 我们根据那个 这个题目 根据这书里面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这叫Home 这个叫About 所以我需要两个页 两个页面怎么做呢 第一个 游标放这里 插入JQuery Mobile的页面 特别就是从这里 插入页面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哦 其实 它这边呢 还蛮贴心的 它会自己去帮你怎么样 去 把那个JQuery Mobile 需要用的韩式库 把它放进来 你会发现它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程式部分 就是JQuery Mobile 不过它的版本比较旧 它是1.0的 第二个是CSS的 它是放在这个CSS档 另外一个是JQuery的 它的版本 1.64 最新的我记得是1.8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上次里面有讲过 你直接按确定 直接帮你把它怎么样 它会最后帮你把它放进来 OK 那这个第一个页面的话 因为我们两个页面 那插入页面之后呢 请你先输入Home 先输入Home 夜首夜尾都要按确定 OK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呢 它做了哪些变化 其实关键在这里 它上面 帮你把那个韩式库给引用进来了 OK 第二个呢 好 特别注意哦 我要的第二个页面 是About 特别注意你的游标放的位置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直接在这个状态下 直接就插入第二个页面 这个是错误的动作 请记住 它的页面范围 一定是从这边到这边 那 它的那个 Header 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它外面一定是什么 Data Row 等于一个Patch 名称叫做Home 它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这个是它的什么 header 头的位置 这个是它的content 这个是它的footer 如果说你在插入一个页面 在这里面的话 将来连结会失效 所以通常我的习惯是 游标放在这个选举区的下方 再插入一个页面 那名称的话呢 叫About OK 好按确定 再来的话 我们就两个页面 好 那两个页面先把它插 特别注意哦 这两个要分开 所以 如果你怕有错了 你干脆在这边按个Enter 把这一个 跟这一个 一定要务必隔开 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把里面的资料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名称呢 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取名称叫Index.html OK 这边按储存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提示你说 要不要帮你复制一些韩式库进来 按OK 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Index 已经帮我存好了 不过呢 JQ Mobile的韩式库呢 它其实已经帮你call到网站 可是 现在没看到 那为什么没看到 特别说 上面有个重新整理 因为上个礼拜也有同学问到 他为什么看不到JQ Mobile的资料夹 因为你没有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个 资料 夹 就出现了 也就是它其实 帮你call了蛮多韩式库在这里 至于call哪些韩式库 自己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大概刚刚那几个 总共不外乎 然后有一些image OK 这个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记得 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桌面上建一个 2 去连结那个Juneweaver 特别说 从这边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不见得 对Juneweaver熟悉 再来去做后续动作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